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全黄净化三连级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来自于平台六位高手的大乱斗 参赏玩家分别是UP小雅 灯神 火球术 羊神和陈管西 比赛规则是谁胜谁下 谁输谁守得 同时指定对面两名队员为三文身手 现在UP小雅 灯神和陈管西都被指定为了三文 那么开场就是三文对决了 UP和小雅的三文其实都不是太稳 但今天小雅比较幸运的是随机到一个神乐千和 随机到神乐千和以后 好的 草亭要开始了 跳起来背风 起身跳地敞风 那草亭再来一发圣龙街武士 草亭的压制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毕竟UP的三文你说他弱吧 也是在中等水准啊 现在 小雅看三文怎么样 很少见小雅往三文 好 清守两点 草亭死堵了堵 轻腿一点伸 扔完之后小雅就没有血了 接着看小雅下一个金家帆 幸好还有一个神乐千和手底 要不然小雅真的是很难打了 看金家帆在第二个位置用的怎么样 看来在平时练 哎呀 这个UP 清守两点想进大蛇体 应该是串招了我想 双方你投一下我投一下都没有很大的连招 可见对三文还不是太熟 好 草亭小票接一个头 角落轻腿打背 中间 中间因为吊针而断招了 太可惜了 哇 金家帆CD接飞烟斩 下班套不到 一招一招一招打天下 看谁能取得这一局的胜利吧 哎呀 草亭太大意了 居然被一个下中角给拿下了 第三个回合来看UP的大门出马 现在大门跳地抢攻一下 站中前落地扔 没扔到 后面大门再逃 起身下天脚走 金家帆后面看看怎么打的 两分眼斩空 大门稳住 跳地用头撞上一下 结束了 直接kill 好地 小亚的关键人物要登场了 看他的神了千赫 现在神了千赫开注词 暴气 暴气之后不断的注词续晃 滑铲滑过去 大门闪到背后踢上一脚 暴气以后的神了千赫 只要能逮到一个机会 就可以一跳带走 就看能不能逮到这个机会 太难了 机会来了 操杀缝耶 连续几拨注词 三次 四次 五次注词 圣龙街上再结封印 还有一颗戏还可以再封 封 收封印之后 UP已经晕啦晕掉以后 你可能就跑不掉了 UP开场被袖裤 第五个回合 UP的板翅梁 好地 板翅梁直接暴气 轻腿前杀 飞翔甲龙古老五 基础连招 UP还是很稳的 一个封印封上决咒 神龙街上还试图 好 撂倒再封印 闪神居然被跳出去了 其实刚才板翅梁又过 用头的话可能会头到上的结合 可能UP啊 对三文没有太大的信心 跳贼打密相 操杀龙古老五 我老老了 完了 小雅没有抢反以后 这个后果已经怀强严重了 可能要被带走 UP没有失误 那就带走了 好的 现在小雅被拿下 那小雅要守着 接下来上场的是灯神 好 灯神大战小雅 其实刚才小雅输了一局了 输了一局的话 就允许选一次人 这次所以说小雅是选人的 但是不能选自己的权主力 你看 已经避开了主力啊 小雅 哦 灯神的真武给一发毒了图 小雅残血 残血就搞圣龙 起身接炮拳 漂亮 小雅顺势而为压住起身 嗯 又被蹬了一脚 这个真武真的不错 就是连招有点不连贯 双cd之后接个圣龙 气甲兽 哦 连招的话都不是太稳定 第二个回合 看小雅的玛丽 好 玛丽清腿下C 没有中 后车过来拉个后 哎 现在真武 起身前倾角 前倾角 我都是前倾角被划铲 好吧 跳起来压住起身 划铲了 又划铲了 然后再跳起来压个起身 跳地打腻了 连续几发套路 灯神没稳住 可能要被干掉 好的 第三个回合 咱们来看灯神的龙儿 现在龙儿先驾招伸头鬼脸 踢杀蛇变 其实这不是最高伤害的一个打法 今天灯神三问的话都不用EX了 还是选了AD位 确实 EX在三问中 不占什么优势 选到板击量还好 如果选不到就非常难受了 下轻出来 滑铲接一个圣龙甲 灯神的龙儿也贵了 听明白 灯神下一个角色 第四个回合 灯神的克里斯 点青角 站青角 起身被钢飞 后面闪一下 圣龙甲空 重拳出击 克里斯要接身一个 所以 好 下踩 后爪 来个比啥没有 没有来选择下青角 再次起手 还真不来比啥 现在就抱上一期 准备来比啥 可能 他很难得 还抓到机会的 小雅呢 小雅抓住灯神一破绽 灯神 这个克里斯连招也不稳 刚才后抓过来 没有接上招 那玛丽带到机会 就要猛揍了 机会 又一次 滑铲接比啥 一点血 吹死吧 灯神没了 居然没有见到小雅 第三个角色 好 下面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 灯神继续守着吧 但是灯神这一次 也选了一下人 好 现在草蹄精罗伯特 加一个特尔文 因为输了的话 就应选一下人 不应选全主力 先草蹄精 两次塞地 先牙蹦 嗯 前青角了 又被青角切走了 草蹄精 十字改 一次 两次 哇 虽然说这个不是全主力 但是熟练度就非常高了 一旦有选人 火球术的话 全主力 独咬一下 哇 切鱼崩 可以的 这波选人 下面看第二个回合 火球术的雅典娜 有了EX 然后再加上选人 你看灯神那个实力 就立马变得不一样了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见三文对灯神的杀伤力有多强大 二人 起身想跳在地 草蹄精 挤满了一管气 哎哟 火球术呢 也不拒他 圣龙接波 波接乱舞 操杀盒 对到空中 没有血了 一套带走 雅典娜一套带走 在火球术这里 显得就非常轻松了 第三个回合 灯神他的 罗伯特 现在罗伯特先发波 再发波 然后继续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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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击气 圣龙旋风队飞翔脚 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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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也是灯神 A队模式下的一个主力 所以说没有问题的 圣龙一下之后 挑队地满气了满气 就飞翔脚 选风队又起手了 一套打完 灯神可能要带走了 火球术还剩一个八神 看八神在后面怎么样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八神的 这里八神首先一跳 硬跳百合得 奎花接爪脑 奎花切语音 三世带中 八神 灯神马上要掉半血 这个角色没枪反 火球术肯定不会接八之鲁 百合哲也是在我的阅调之内 因为刚才接个八之鲁 无济于事打不死 而且还会给灯神造成红血 无限放必杀 火球术这个台 火球术怎么回事 抄杀强反抄杀强反干掉 刚才火球术应该是黄了 我们应该灯神最后一个特瑞 第一个回合 看特瑞这局能不稳住 特瑞先集气 霸神来发地坡 跳出地硬嘴 回首枪 奎花地坡走 不断的释放地坡 使得特瑞要怎么办 特瑞大灌篮 强抓泄风 奎花两段 可爱 灯神有点懵了 现在灯神 残血 天堂之间来上一炮 反手一捺 接八之女上 灯神被拿下了 现在灯神已经连输两场了 所以说他要下去了 对 接下来生产的是杨神和陈冠希 双双换人 陈冠希也被指定了三文 要是三文 打杨神的主力 他怎么样吧 反正是希望非常妙芒 三文打主力 大门首先给他来一发天地反 投上佛 跟一个超大外哥 近身扔一下 大门再近身 哦 近身来个天地反 后面超大外哥 来个里头 可以的 所以说陈冠希这个看拉克 肯定是保不住了 投上佛接了个两段 一点血 蓝之山 必须收割 差一点点就黑光了 先看看陈冠希下一个角色吧 这一局可能要很快的结束了 陈冠希 第二个角色来了 点点那 哇 差点被抓天地反 还是被抓天地反 这个暴戚破阵太大了 反正给个超杀 蓝之山 关西哥 关西哥 体的感到疼 被摔的 接到角落 血量真的不多 大门再来一手天地反 下地 投上佛 近身给一个人 蓝之山上 哥 蓝之山的不出 还故意流了点血 要干嘛呢 大门 哦 陈冠希这个雅典娜 还是不熟练 以为他要开联了呢 没想到还是断了 后面大门又起身 西 刚好钻进大门怀里 这个西 在那个陈冠希最后一个角色吧 第三个黑 增悟 开场ZD 好像没什么连招 好 接不上太大的伤害 机会来了 清腿前清腿 阳神为什么突然几个闪身 突然几个转身 但是为什么陈冠希又没有把他一套带走 今天 确实啊 这个三问起来 实力大减 所以你看阳神下一个角色 被搞得差点被穿三的 那个阳神丽安娜 选了两个暴走 暴走丽安娜加暴走八神呢 这是准备快速结束战斗的节奏 来个手刀斑斩 清脚一点声 还要再点 但是并没有点到 被真无一拳撂倒 扔 接着清脚 呃啊 丽安娜突然反出 两次毒了毒 清脚接两点 好的 毒了毒接比赛 还是要见八神 还是打到了最后一波 不容易 对陈冠希来说真的不容易 三问打主力 太难了 八神开场就白鹤哲 那真无开场就怼CD 中断撂倒 啊 不是吧 陈冠希要翻盘 啊 带头 八神起身后 有点慌了 阳神 再刚CD 刚到角落 哎 被生龙起手了 真无可能要强反 这个强反 这个强反是什么鬼 跑到反身位去了 这生龙反的 哎呀 好搞笑的一个强反 好搞笑的一个强反 好搞笑的一个强反